跟大家 不是表白 跟大家稍微 就是 讲一下 你们真的是很棒耶 我就看一下 我最近 因为我平常本身就是在看 国外的影片居多 很少 很少去翻台湾的影片 然后我最近 我最近就去看别人的影片 发现 我频道里面的 Bob啊 你们点喜欢跟 留言的次数啊 真的是远远的比 好多好多其他的频道 都还来得多哦 就是那个比例 真的是很不科学 虽然我的观看数没有那么高 就是少少的 几百人而已 但是 但是喜欢跟留言的人数 真的是爆多耶 你们真的是超级超级棒的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养出你们的耶 你们到底是吃什么 米长大的啊 所以你们真的很棒 谢谢你们 还有什么事情 要跟你们讲啊 还有 最近开学了 然后我的观看数下降了 然后 我的收益减少了 我要饿死了 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最近开学了 然后 就是 暑假这段时间 我充斥了好 好努力哦 每天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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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时候会有两步 有时候会有三步 尤其是我开 出国回来之后 也是很努力 那之后会继续努力下去 好不好 那我的订阅数也突破了120万 在今天 昨天的时候 这非常谢谢各位 ありがとう 虽然没有办法像那些 很厉害很厉害的 真正非常优秀的创作者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突破 很大很大的订阅数 也没有办法像 一些频道 教的都是一些很有营养的内容 我的频道 没有营养的内容 但是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慢慢的 爬到了 120万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虽然这样子慢慢的 但是 这样子不也挺好的吗 养了一圈 可爱的Bob们 然后 你们的互动 互动的比例真的是高上很多很多 就是 比其他的频道来说 我觉得 我很喜欢这样子慢慢的步调 然后 我也喜欢大家慢慢的跟我一起 一起成长 慢慢的一步一步 看 看可以走到多远 看 看你们什么时候长大 不再爱我了 QQ 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在这里 尽全力的一直走下去 只要我还可以 我就会 继续努力走下去 对 那 这句话不是 不是 随便拿出来讲讲的 这句话 我从 我从我第一年 开始做起就开始说了 我做到今年已经做七年了 我还继续走下去 再过三年就要十年了 然后 今年我也快二十五岁了 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好老哦 二十五岁人生就已经过了快三分之一了 GG 要QQ了 然后 对 就 一路以来 ありがとう 谢谢各位 然后 也谢谢各位 不管你是新近的 或是 或是 从以前到现在都还在 都还在这里 或者是 走到一半 出去外面晃晃 之后晃回来 还是走到一半 出去外面没有 没有在看到我 不管是怎么样子的人 都非常谢谢你们 ありがとう 然后 其实今天 呃 不是今天 这一次去德国的时候 我有跟九妹聊到 聊到 聊到 就是 观看 跟 就是 影片喜欢跟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他讲了一个东西 让我觉得 让我觉得 我看的 就是 把喜欢跟不喜欢这种东西 看得又更开了 还有说啊 就是说 一部影片啊 就是如果 如果 很少人点 就是 太少人点不喜欢 就五个 十个 二十个 五十个 太少人点 不喜欢的话 就可能代表说 嗯 进来看你影片 不认识你的人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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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点不喜欢啊 大部分 有一部分是认识我的 那 也有一大部分是不认识我的 就 看到这个 这真 精彩怎么那么击掰 然后就点个不喜欢 但如果这类的人少的话 就代表 我吸引到的新的族群就 就少了很多 所以如果有不喜欢的出现的话 就代表 我吸引到一些 吸引到一些原本 没有看过影片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 我后来发现 有些 有些 呃 发烧影片啊 就是不喜欢的人 也会比较多 的原因 然后我就终于 终于了解这个道理了 原来是这样子哦 所以 嗯 一路 一路以来 感谢各位 阿里卡托 然后 嗯 我们 我们 就这样子 继续走下去 耶 好 那我的事情 差不多都讲完了 120万 这句话 讲好多好多次 但是 真的非常谢谢各位 阿里卡托 阿里卡托